早上起床時看出窗外 我們看到單軌列車可以來往中旅島和外面 然後去吃早餐 早餐之後到處參觀一下 這個就是兒童專用的地方 然後我們看看還有cafe 一路沿著魚缸一路走 我們看到裡面有不同的魚 有魔鬼魚,有鯊魚,什麼都有 而它的水族館裡面 也有很多阿特蘭提斯沉沒的報警 然後我們一路走 看到不同的餐廳 走出外面之後 我們也看到有車站 然後我們搭車出去 離開阿特蘭提斯 去吃午餐 沿途看到杜拜市區的景色 我們看到前面充滿著天晴 整個杜拜在這二十年之間 興建得很快 眨眼我們去到吃午餐的酒店 進去之後 進去之後是一個很簡單的自助餐 那我自己因為最近吃得太多 都是主要吃菜和甜品就算了 午飯之後 我們又搭車去遊一遊 然後就回到 Atlantis那裏 再看看整間酒店的外觀 看一看 酒店也挺大 大家看得到 用Wide Angle才拍得完 下面有水池的地方 接著我們就去參觀一下 酒店裡面其他的設施 接著我們走過這個萬花燈餐廳 外面的地方是一個水族館 接著我們一路向前走 就會去到一個商場的位置 去到商場盡頭 分了三邊 一邊賣手信紀念品 一邊是玩水的 而最後一邊就是 我們將會去的The Lost Chamber 是一些海洋生物 配以Atlantis的一些防衛遺跡 現在這裏就已經是 看到裏面的層設 全部都是有些石階 有些器具在當中 裏面是一條比較暗的隧道 有很多不同的裝飾在裏 有不同的生物 例如有些水母 它的特點就是夠多 我們看看這些紅色水母 之後再去到另一個場景 有不同的魚在裏面 沿途一路走 都有很多很可愛的裝飾物 有很多很可愛的燈光效果 我們又欣賞不同的魚類 加以不同的裝飾 一路前進 到這裏 我們見到有幾隻龍蝦 在這裏 另外有大的水族館 一路前進 一路前進兩邊 保持著我們看到不同的魚 不同的缸 不同的缸 一路前進 魚的數目是很多 所以拍下去的時候 很容易拍得到 非常大條的魚 然後我們看到尾聲 買完紀念品之後 我們再去另一個地方 這裏就是Adventure Water Park 一個水上樂園 很斜的滑梯 接著有承索 非常刺激 還有這個激流 年輕人喜歡玩的 一定不錯 小朋友玩水的地方 亦都是有的 又或者靜態一點 走一下沙灘 享受一下日光浴 欣賞一下周圍的棕櫚樹 亦都可以坐去的遊覽車 穿梭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就當是遊車河 老亂都好玩 那我現在坐遊覽車 就回到酒店房 先休息一會 沿途經過很多地方 兩旁風景都是挺漂亮的 接著閃閃 我們就見到我們酒店的大樓 下車之後就見到泳池 另外見到有人在海上 進行很多水上活動 有快艇 遊覽船 另外亦都見到有這個單軌列車 本身都想去坐一坐去 但由於時間的關係 今天暫時都坐不到 不過遠距離 看著他們賣站 也是很有趣的 在露台再看過去 會看到中壘島旁邊的小屋 遠處就有杜拜的帆船酒店 好可惜 因為昨天行程上有延伍 所以今天覆不到水上飛機 於是沒有辦法 一個重要的行程就這樣沒有了 然後晚上去到餐廳 繼續去吃飯 今天坐在外面的位置 其實情調都不錯 吃完飯就完成了今天的旅程